女生的小孩 女生的小孩 小孩好 不然我們怎麼會表演嗎 誰能想像 我也能站在這裏 嗨大家好 我是屏東騙青少年中心的社工佑林姐姐 今天開心來這裡 讓大家上反霸凌的課程 嗨 嗨 開心 那霸凌的總頁有哪些 有沒有人知道 舉手 來你先 忘記了 來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這種成績啊 有個不合群的誒 沒關係 反正 這也不是第一次 啊 誰叫妳要不聽我話 誰叫妳要不聽我話 啊 誰叫妳要不聽我話 誰叫妳要不聽我話 老師 佑林 有什麼事喔 跟老師說 會不會更加嚴重 有什麼事 都可以跟老師說的 真是衰欸 佑林啊 跑去跟老師告狀 他好像在那邊掃廁所 進去 他有在我講啊 早知道 就不跟老師說了 比起 在學校遭遇到的一切 這些 這些 又算什麼 佑林 妳的手怎麼這樣 沒事了 喔 實在是 佑林 妳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 妳知道這樣子全家都很擔心妳嗎 佑林啊 妳要不要跟我說妳的手到底怎麼了 被懷疑受傷的 妳不要騙我 我沒有騙妳 妳現在是不相信我嗎 我當然相信妳啊 可是妳要跟我說妳的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唉 佑林妳怎麼了 沒事 如果有什麼事妳都可以跟老師說明喔 為什麼都是我要遭遇到這些 被欺負 被排擠 我只是想努力過好的生活 老師 我真的累了 面對這些情緒跟壓力的時候 妳會想要怎麼做 傷害自己 當妳想要傷害自己的時候 記得老師還有愛妳的人 妳一直都在妳的身邊 欸妳在看什麼啊 喔 我的東西啊 不要看 我看完再給妳 看妳等一下 痛 比心 怎麼辦 誰來幫幫我 怎麼辦 走蛋去房子 姊姊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來就有妳的 我每次 姊姊 姊姊妳怎麼怎麼樣 可不可以這樣 直到我們 報告一下是 今天 你這要幹嘛啊 我有對妳當對愛同學嗎 誰媽媽 不要這麼打小孩 你不要插手 我們在管教小孩 不要用打媽的方式管教小孩 他們是看了父母親就被妳成大的 姊姊 妳有什麼怕想跟那種事說嗎 是她不把東西給我才這樣 所以妳討厭又贏嗎 都不知道 老師並不清楚 你們之間可能是什麼事 但我很想聽聽我的想法 因為她跟我討厭的男生 在背後映論我的事情 我只是想給她一個教訓 嗯 欸妳知道我之前跟林姊的抱抱嗎 我不知道 妳跟她是朋友 她都沒有跟你說嗎 我跟她告白了之後 她當然跟我門看了 真假 都沒聽說過 欸妳在講什麼 她剛剛跟我說 太甜給妳告白 妳拒絕她喔 真的假的啊 不然妳不是啊 那妳有跟幽靈說過妳的想法嗎 好早啊 我想幽靈並不知道妳為什麼這麼給她 與其妳用這樣的表達方式 我想妳們需要的是溝通 老師我來了 幫妳做 那件事之後妳還好嗎 嗯還好 謝謝老師的陪伴極關心 才能讓我從絕望中看見陽光 其實媽媽知道後 一直覺得很愧疚 妳也感覺到愧疚 對嗎 和媽媽之間的問題 需要一點時間去溝通 聽一聽妳內心的聲音 看她需要什麼 來屏東縣教育局反80專線 087347246 087347246 教育部24小時反80專線 0800200885 好那今天專業到這裡結束 希望大家在以後 或遇到問題可以找到搞 是否搞到賣方法 那今天就跟你們一起講出來 老師 老師好久不見 是 幼玲 對 聽說妳現在在縣府當社工 今天妳怎麼有空回來學校 因為今天的工作計畫 就是要回到學校 替校人多轉80宣導 就回來了 哦 這樣聽起來不錯 今天課上得如何 不錯啊 其實那段時間老師對我說的話 一直在我心裡稱呼我的力量 我當初真的就沒有想到會成為一名社工 甚至回來校人處反幫林宣導 人活著就有無限的可能耶 那最近工作身後怎麼樣 還不錯 老師 是 欸 妳是紫妍嗎 妳怎麼會在這裡 老師我想請妳幫我把這個卡片交給幼玲 幼玲也在學校 妳要不要去見見她 我想我就不去了 她應該不會想見幼玲 雖然老師不知道幼玲怎麼想 但我希望妳不要再自責了 老師我還有事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就算 做了這麼多 還是沒辦法清理她自己 欸 對了這張卡片要給妳 是老師 但 這是誰給我的 妳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幼玲加油 校園 有 校園 找 小艇